我是其實是因為我覺得 夏天我長頭髮其實有很多困擾 因為只要我們一流汗什麼 它就會整個都會黏在脖子上 然後其實我後來發現 最近開始變熱的時候 常常很跟人家吃飯 或坐著講話的時候 突然就會覺得很躁躍 然後就必須綁 像我平常最快一定是綁 馬尾 對 我先把它 因為其實最舒服的我覺得是包頭 就要不要綁他那樣 他綁那樣就這樣都抽筋了 那個很難綁 我就很涼 對 我就會綁最簡單的一種 一種包頭就是這樣子 可是最簡單的是這種 就這樣拉過來 可是這個有時候很容易 因為我頭型其實不好 我頭型上面是平的 所以等於說我這樣還要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感覺就很像梁山伯注音台 對不對 其實就沒有那麼美 如果我覺得我自己就比較 今天穿可能像女生的時候 我就會綁這種 低的 低麻尾 對 這樣子 OK 然後可能拉一下 刮一下什麼的 這種 然後拉幾條 很阿札的順順啊 感覺好像很自然這樣子 對 同意老師 怎麼了 可以下班了 搶救一下 搶救一下 他長得很美啊 對 頭髮 頭髮 我跟你講他是在場間所有人 最適合綁光光的人 綁光光 你說綁到很低路 很清涼 對 來 請教大家 但是要怎麼綁才會好看 來 所以基本上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這一瓶一定都會在我的外景箱 所以你們也不要再問我 這一瓶是什麼了 它就是酒精 因為我們會拿來噴手 噴梳子 就是小鼓 對 噴任何 然後比如說 還有噴拍拍 對 噴拍拍 然後噴梳子 因為其實他們回去這個他們都要整理 對 好 然後這個時候拍一拍 讓它揮發一下 然後其實我必須講 它是今天在場所有人 適合綁光光 怎麼綁都好看 因為它臉什麼 因為它臉很精緻 精緻 很大的讚美 很漂亮 怎樣 老師 那我的 老師 老師更精緻 好害怕 對 超大的講錯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是 它的臉型來講 你看它綁這樣也好看 也清爽 或者是 比如說 它要綁高一點的馬尾 也好看 它只有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馬尾不能太高 它不能到這樣 為什麼 因為它的臉的關係 因為它後腦勺 這也是比較平一點 它這裡控 可是它這裡是比較平進去的 你會發現它這樣 它綁起來你會發現 它整張臉是往內的 就沒有那個立體度 對 所以其實它可以青春俏立 可是 弧度還是要注意一下 它最好的弧度 因為它這裡比較平 所以其實 你大概只要幫它綁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了 可是其實像它這樣子的 側面的臉型的人 它最完美的是 它可以挑戰這麼低 一般來講 這麼低會不好看 可是它是可以的 那不是紅糖的髮型嗎 當然不要 差太多 差太多 只差太多 你放心 我會建議就是像這種疫情 你要綁的時候 綁在前面 不是 往前綁 因為其實它髮瘤的關係 因為它的髮瘤是這樣子的 它是有一點點 很亂 它髮瘤很亂的 很不正常的 就是它是這樣的 欣貝姐 你看它是這樣 它是這樣 不是 你的意思是說它 洗完頭吹乾 它就會自己分旁嗎 對 因為它是自己 它是這一邊全部是長往下的 它這邊都是長往下的 它的線其實是斜的 左右兩邊差很多 對 它的線是這樣斜的 對 然後它這邊是這樣扁的 可是它這裡會是膨的 這是它天生的 它怎麼弄都沒有用 就是它怎麼吹 除非是造型的時候 要幫它改變 拜拜 拜拜也沒用了 拜拜 不是說拜拜 拜拜 我想要派派 我想要派派 拜拜 拜拜也沒用 這天生的 反而我會建議是把它 把它撥過來 讓它是有一點弧度的 這樣很好看 這樣其實就也很好看 我是留在它 一般你來講 是不是最扁 最覺得不好看的 我就把它留下來 對 然後這樣反而在它側面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比較圓潤度 它正面也可以有一個修飾的效果 雖然它臉型已經非常非常漂亮了 然後它在並腳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要拉比較緊 這邊 然後它這邊 像它這邊是還沒拉 如果等一下我要把它綁緊一點 它這裡一定要綁比較緊進來 就會比較好看一點 而且即使你這樣子戴口罩都會好看 對 綁起來之後 其實最近真的是因為一直戴口罩 戴了大概半個鐘頭吧 每個人都會覺得很累 頭很痛 這時候就一定要綁頭髮 你是用到小朋友的口罩嗎 很累 太累 太累 這樣 它這裡就可以解決它這裡扁的問題 好美喔 都圓起來 然後為什麼這裡要留下來 這裡往後是做它甲的膨度 可是它很容易綁嗎 我會有一個問題 是這裡會有個角 對 它很容易這裡會有個角 會變四方形 所以我剛剛有用中樞這邊 特別在幫它壓下來 讓它的頭型變比較圓潤一點 到底小時候怎麼睡的 綁完了再卷 對 我都建議是綁完再挑幾戳來卷 而且老師這樣綁了一下下就好快 就會達到圓潤 我覺得這種圓潤感的女生的頭 會有一種很可愛 那種卡通漫畫的感覺 妳是很可愛 對 我頭型 然後因為要讓它的馬尾比較 有彈翹 跳力 對 所以我分兩層 下擺 這個我以前常教過大家 可以先往上 對 然後這一層 可以把它彎一個弧度 在中間這裡 故意製造那個延伸 然後下來的那個感覺 對 因為等一下妳的頭 馬尾就會比較有豐厚度 馬尾翹翹的 有時候我不太會自己這樣弄的時候 我就硬刮 不用 妳看它這裡 妳用板甲它就有一個這個 好可愛 對 然後上面這一層就把它往內 妳就慢慢這樣順著 有做一點無度就好了 把它放下來 好可愛 好俏麗 它就會是 它走路就會比較有空間感 對 會彈 不會是一把重重的 好 現在等一下後面法師先不要理它 然後這一撮 根部它本來就扁了 所以妳 它的臉型根部不要再弄膨了 這個位置 因為它臉已經夠瘦夠長了 根部我就不理它 把它往外 每一個人都是往外 往後 對 往外其實的捲度會比較年輕一點 這裡不要去弄它 妳看它這樣 這樣的一個弧度跟它的臉型 接起來就會還滿美的 我這時候只要幫它挑一個 一次夾 我會建議就是 法式不要單一使用 像這個是有寶石的 這是沒有寶石的 妳就可以直接這樣用 因為這樣就也會很好看 妳可以直接是夾在這個上面 另外一個是夾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 漂亮 後腦床 妳看它這樣 然後走路就會很好看 其實它這樣戴口罩 也不會覺得太突兀 真的 就完成了 好精彩喔 好可愛喔 綁起中高馬尾 即將順順瀏海調成捲度 最後搭上法式 整個人都更俏麗了呢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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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